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深思台 今天很特别请了一个老师 马卫平老师 多谢你 马老师是一个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名字 但又很少接触到的一个教学课程 叫蒙特梭利 这个名字我经常听到 蒙特梭利教学法 很多人都知道是给小朋友 可否和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其实蒙特梭利教学法 是一个什么教学法 其实蒙特梭利 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教育方法 他是一个教育思想 他没有一个特定的课程 因为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力不一样 所以和我们平时主流的课程不一样 可能我们以前回小学校的时候 每一个小朋友 都是学同一件数 可能今天老师教了财户 整班小朋友 20人都学财户 但蒙特梭利的课程是不一样了 他就会因应小朋友的能力设计课程 终于每天小朋友回到学校的时候 他做的工作大家都会不一样 我想問一班幼稚園有幾十人 就算有助教,有助教更多人 幾十個小朋友,只有一兩個老師 怎樣做到每一個人都有不一樣的學習 因為老師一直會跟隨小孩的進度 他今天回來上課 老師在工作櫃裏製作了很多蒙特索利的教具 可能某個小朋友拿了加數版學加數 老師就會主動教他 見到他掌握了以外,老師就離開 讓他自己專心去工作 老師就會看其他小朋友 每一個班裏,大約十二個小朋友有兩個老師 如果剛才我講的課程 大約在小朋友的年齡層 應該是大約三至六歲 所以就會主動去選擇自己做的工作 剛才我講了,因為課程會因材私教 每個小朋友都會因應他的能力 老師設計了一些工作,放在一個課室裏面 小朋友今天看到的工作,他就主動去拿 然後老師就會坐在旁邊引導他,教他怎樣做 老師教師之後,老師就會離開 接著就會看看其他小朋友 他見到每個小朋友都會拿一些不同的工作去做 老師亦會坐在身邊教他 每一份工作只有一份 一份而已 可能他剛才拿了一個加數版,就沒有第二份了 小朋友就要耐心去等待 如果你都想學加數的話 就等這個小朋友做完之後 我們才可以做這個加數版 其他小朋友就會做其他工作 老師就會看小朋友的能力 去做一些評估 下次再設計一些工作的時候 就會因應小朋友的能力 會放在工作桌上的工具 是適合小朋友的 又或者我先說了,我今天看到小朋友拿了一個加數版 他明天再回來我們這間幼兒園的時候 我們會見小朋友可以建議他或引導他 再拿回加數版 因為我見他昨天可能做加數版的時候還未掌握 今天可以繼續做 還有小朋友可以自主去選擇他一些喜歡的工作 但是傳統的主流學校就不是了 老師今天要教什麼呢? 就整班小朋友都要學同樣的 可能有小朋友告訴你 老師我也認識了,可不可以教別的樣子? 那老師不會的 因為老師已經特定的課程 同樣所謂就不一樣 去到教室裏面,老師有不同的工作 小朋友可以選擇他喜歡做的事 其實我聽起來都可以很多東西 舉個例子 一個小朋友上幼稚園 可能早上8時已經到學校了 他不知3時才放學 中間當然要去吃茶點 又要很多工作 但是實際上學習時間在幼稚園裡面 可能有差不多2、3個小時以上 即是說,如果我們比12個小朋友這麼少 還要有不同的工作 還要做3、4個小時 其實所謂的教具 或者工作上有多少種類? 有很多種類 蒙特索尼有五大範疇 有日常生活、數學、感官、語文和文化 文化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音樂、體育、科學的東西 那裡歸納於文化 其實你會聽到上來 其實跟我們主流幼稚園的課程 是大致上沒有什麼分別的 即是說他上課時仍然有些玩具 不是玩具 是樂器、教具 樂器、聽音樂 那些都是老師要準備的教學方式 是 這頗全面 雖然我的小朋友通常是唱兒歌 那是否蒙特索尼也是唱兒歌 蒙特索尼 他假設我們一個早上工作 說入到幼兒園 可能是一開始特色早餐 然後老師就開始進入工作狀態 即是做完基本的事情 例如點名、吃早餐、排斥都做了 進入工作的程序是大約兩小時 做完工作後 老師就要他們去吃午餐 吃午餐後就會睡覺 睡午睡 睡醒後 小朋友可能會去大肌肉室做運動 唱歌老師說說故事 其實你會見到他跟主流學校不太大分別 唸視他們在兩個小時裏做一些工作 即剛才我說過五大範疇裏 老師的教室裏設計所有不同的工作櫃 小朋友就去做一些工作 可否介紹一下所謂工作 我們很多時聽到工作工作 馬老師說的是甚麼 可否介紹和展示工作給我們看 如蒙特索尼最多家長喜歡的話 其中一個就是數學的工作 我們來看看 這裡其實有一個叫做份數小印 我們來到這個 好 因為我不想 這個是份數 是 是 你是拿著這個 各位觀眾 我看我手上拿著一塊雪糕筒 某私下這個叫做工作 我們看看工作是甚麼 這個叫做工作 我以為是一個玩具 不是玩具 是的 這個叫做份數小印 如果在香港的數學裏面 這個份數是三年級生活教的 但在蒙特索尼裏面 大概四歲左右的小朋友 就可以教他這個份數的工作 或者看看我們叫做份數小印 甚麼叫做份數小印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以前學過份數 以前我們老師是一個傳統式的 在一個黑板裏面畫一個圓圈 然後畫一個橫線 上面畫一些陰影 就告訴我們這個叫做二分一 是 但我只是用眼睛去摸 但原來蒙特索尼 一百一十年前已經設計了這個教具 這個剛才我們說了 這個我們叫做份數小印 如果這個我們叫做一 因為它是完整一個一 小朋友不只是拿著這麼簡單 要小朋友感受去摸它 因為小朋友摸過去的話 他就對這個份數小印的感覺具體 這個我們叫做二一 例如你是小朋友 我就告訴你這個叫做份數小印 它是二一 然後隔離這塊 就像我們說 老師會在一個黑板裏面畫一個 斜線的陰影的部分叫二分一 這個紅色的位置 就是我們以前老師教的二分一 因為這裡有一個教具 我們就可以透過皮膚觸角做甚麼 觸摸 再摸它 你就感受到甚麼叫做二分一 因為小朋友透過眼睛 透過觸角 它能夠具體去認識二分一 所以比我們傳統 可能在路式一般教的話 就很不一樣了 你會觀察到 當我們發現了 原來兩個二分一擺在一起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到 它跟隔離那個是一樣的 於是小朋友在過程裏面 就會發現到 原來二分一加二分一就是等於一 然後就去到這個了 這個我們叫做三分一 看一看 然後透過皮膚觸角觸摸 因為其實分數是教甚麼的 是教面積的 是的 於是他就摸到它的面積 他發覺很奇怪 但是為甚麼三分一的三字 為甚麼我摸上去的感覺 它好像小於二分一 雖然三字給人感覺是大於二 但是分數裏面它是小的 所以小朋友透過這個教句的話 他就發現了一件事 原來三分一是大於二分一 當他再比較的時候 他更加會見到 好嗎 好 然後你會發現原來三個三分一 你會看到一點 都是等同於一的 小朋友在工作過程裏面發現了 原來三分一加三分一加三分一 是等於一的 這是多少歲的小朋友學 這個我們可以在四歲的小朋友 就可以教他分數 四歲 四歲即是K2 已經超前了很多 在四歲之前 還會有些基礎 我們一般小學會先學加數 然後先學減數 然後加減混合數 其實在這裡我看到次序 沒有一個特定的次序 只是二分數 前是否都有次序 有次序 也是我們先學算數字 數字之後就學原點 數字的量 然後慢慢學加減乘除 再慢慢延伸到分數 但是已經四歲已經達到分數 即是三歲時已經加減乘除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我們三歲時 可能教會認數字 數數目 數字的量才延伸到加減乘除 然後慢慢延伸到其他東西 明白 好 我再看看其他教具 好 一個十位數 就等同於十 好 接著 我們到達這個 剛才我們說了一行等於十 我們數一下這裡發現 這裡有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一百 這就是八位數 這就等同於一百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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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提到一百就等於一百 原來這裡有十個 可以教小朋友數 一千 二千 三千 到尾 這個剛剛好是十 這就是等同於一千 小朋友就在過十八千萬裡面 因為他可以觸摸到 感受到 於是對這個數學具體 產生了一個認知 是的 我聽說數學 這樣很容易做 你知道我們學習 除了數學之外 還有家長最關心的就是 語文 中文或英文 那又怎麼辦 其實蒙特梭利裏面 有一個挺好的 就是這個叫沙字版 很明顯 你會見到一些筆劃 原來我們教寫字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一定是從筆劃開始 很簡單 右轉路師一定會教寫什麼字 人字 人字是怎樣 什麼叫撇辣呢 於是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沙字版裡面 透過手指的皮膚觸覺 可以觸摸到這些筆劃 因為它是用沙紙做的 如果我們有一些讀寫作用的小朋友 就可以變成這些筆劃 變成具體 因為我們透過皮膚觸覺 我們叫做肌肉的記憶 觸摸過這些沙字版 我們對筆劃就具體了 有一天老師如果要我們寫字 或者一撇一辣的時候 我腦子就會呈現這個沙字版 我就能夠寫回老師想要求的字 剛才我說了 小朋友去到小學的時候 發覺寫字好像很難理解 就是因為在幼兒期的基礎達得不好 孟特索利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他的教具 就是在基礎裡面做得比較足 所謂去到寫字的時候 他就沒有那麼害怕 還有一件事 他覺得這些好像一個玩具 但其實老師就是在教他寫字 他覺得好像玩遊戲一樣 他就覺得 在書上就覺得好像沒什麼壓力 就是這樣 明白 好 麻煩你馬老師 再問多一點馬老師 一般來說小朋友 他的專注力時間比較短 很多人有些五分鐘十分鐘 十五分鐘已經游了暈 一般來說 我們給小朋友自主去拿一個工作 或者拿一個教具來學習 或者是玩 他是當作玩 老師就會馬上去 原來這件事是這樣做的 就從中學習了 通常這個時間 是有多少時間給小朋友 假設遇到小朋友 很分心的 摸摸摸摸 不知什麼 放下又走去 或者玩別的東西 老師又如何處理這些情況 小朋友專注短 這個就無法反應 所以在過程裏 老師會盡量引導 希望他能夠專心去做這個工作 如果解釋小朋友做了的過程 他真的不做 我就要問他 你還算不算繼續做這個工作 如果他說我不做 他就走了 你要先把所有東西歸位 放在工作櫃 然後可能他會見到 另一個小朋友 拿回去剛才的工作做 他又想爭取做 我們就要拒絕他 因為剛才我們給你做的時候 你怎樣 你不珍惜 現在老師就給了另一個小朋友做 那你就沒有機會 又或者那個工作真的沒有人做 他就再回頭 他求老師 你可否再教我做的時候 我就找藉口的軟距 為甚麼 因為剛才你不專心做 現在你再反過來 你求我的話 我就告訴他 原來機會有限 不好意思 老師現在比較忙 或者等我待會有時間再教你 其實在今天裏面 我都不會教他 因為我想告訴他 剛才你不珍惜 你不專心做 等到下一次的時候 他就會很害怕 如果萬一下次就像這個情況一樣 女士就會拒絕我 好像生氣了我一樣 小朋友就在這個過程裏面 都學習珍惜 和訓練他的專注力 在一個班裏面 假設想說有12個小朋友 其實是否等於我有12件 這些工作放在桌面上 他自己玩 只是說我給24件 你可以輪流玩 足夠兩個小時玩 足夠兩個小時玩 因為整個課室裏面 有很多工作的教具 不僅說12個人就有12套 不是的 有很多 即是任他玩 任他拿來做 即是他不一定是專注在桌面的12件 在工作櫃裏面 他可以自主去選擇喜歡做的東西 起碼牽涉到幾十個工作 如果他選擇選擇了那件 有些小朋友特別喜歡數學 就只玩著那個數學 只做著那件事 就在那裏排數 那又怎樣 如果小朋友真的很喜歡 某一類的教具 其實我們可以讓他繼續做 因為他越喜歡 在這個位置裏面 即是他做的工作 他更加熟考 即是我們不需要阻止他 當然 也見過一些小朋友 拿一個工作 可能做了十幾二十次 都是拿同一個工作 其實我們都不會阻止他 當然 因為他會見到 其實側邊有很多教具 老師嘗試都會引導他 但如果他真的堅持做某一個工作 我們是不會阻止他 因為這是一個尊重小朋友的過程 即是他興趣在那裏 一直要玩著那件事 是的 明白 我問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 就是 很多家長都說 我玩玩玩具 或者玩這些教具 或者叫做工作 是很擔心 突然上了小學之後 無法阻止 你知道有些名牌 幼稚園 即是K3 已經拿到一本書讀 以及可以寫到字 首先還可以作文 我們又如何面對這個差距 小學何時的阻止 其實蒙特梭利的工作 其實都能夠應付到 將來小學的過程 因為其實我剛才說了一個筆劃 其實小朋友在工作裏面 雖然他用手觸摸 雖然他可能跟師傅說的名牌幼稚園 相對他的功課量沒有那麼多 但小朋友真的具體地觸摸到工作的教具 小朋友反而他更深刻 有調查顯示 小朋友有上過蒙特梭利的幼稚園 小朋友去到小學時 他們的成績 一點都不會比其他幼稚園的小朋友差 明白 如果我們帶小朋友去一個蒙特梭利的幼稚園學習時 他有甚麼特別是家長說要安排的 是否要做些甚麼安排 是否只是加學費 一定是他心理上有些安排 告訴他今天你去到教室 我們就要專心去做工作 尊重每一個老師幫你設計的教材 這些都是一個心理準備 即是跟小朋友溝通好 即是說我們現在要上課 你們要準備好 即是我們不是真的去玩 因為有時感覺上 好像學校去幼稚園就去玩 但其實裏面不是 我們裏面是有些東西得著地離開 所以剛才我們所說的工作 即是學校幼稚園就開始慢慢叫小朋友 坐好坐定定聽書講課 所以就沒有這件事 即是你在兩個小時內 你自己走過去 因為有很多活動給你自己做 是的 另外一個教學方式 是的 沒錯 明白 好 多謝馬老師 多謝你的時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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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